大家好,我们接下来呢就讲第三节内影记忆 内影记忆的话呢英文是implicit memory implicit memory就是这个有的翻译成隐性记忆 有的翻译成内影记忆 我们这里的话呢就是是比较早的开始研究内影记忆的 就是我们华东师范大学这里 那么然后呢所以呢最早的时候后来把它用为内影记忆了 这个还是被广为接受了 那么现在呢都把它implicit memory讲起来都把它叫做内影记忆 还是比较贴切的 那么对应的话呢就是外显记忆 内影记忆的话呢其实在上个世纪的时候 当它被提出来的时候其实还是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的 为什么呢因为人们发现啊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是一望症病人身上存在着记忆 残存的记忆 那么把它叫内影记忆 后来发现在正常人身上也存在着这种记忆 它用证据表明 所以呢就是把它叫内影记忆 那么人们开始关注无意识的认知的过程 所以这个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啊 这个领域的话呢其实到现在为止还是很令人兴奋的 那么我们在内影记忆里边呢分三个部分 一个是内影记忆的提出 一个是内影记忆的理论解释 还有一个呢是内影记忆的实验研究的方法 因为关于无意识的问题的探讨呢 我们可以追溯到弗洛伊德甚至更早 但是呢对于这种无意识的成分 能够用科学的手段量化 把它作为一个证据提出来啊 用实验把它提出来的话呢 可能我们更多的还是要依靠 现在的一些研究的方法和手段 我们看一下 是什么前提下和背景下 人们开始注意说 存在着这样一种记忆呢 它叫内影记忆呢 那么来自于两个方面的证据 一个呢是启动效应方面的一个研究 还有一个呢是遗忘症病人的研究 大家知道什么叫启动效应吗 priming priming是什么概念 人人都具有的这个能力 就是priming的这个作用 是什么呢 就是说一个词你见过 那么第一次见过它 你会有一个反应对吗 第二次再见它的时候 你的反应会加快 这就叫启动效应 是吧 那么启动效应的话呢 实际上它也反应的是一种 学习的这样一个痕迹了 是不是 那这个呢就是 启动效应方面的研究 我们给它描述一下 就是由于近期 与某一次级的接触 而使对这一次级的加工得到异化 就容易了 那么在反应实际上 表现会更快了 这个呢叫做启动效应 启动效应的这个研究和提出的话呢 对这种记忆当中的 无意识的过程呢 其实是一个非常充分的 这样一个证据 那么而启动效应的意义还不仅如此啊 它还有很多 比如说我们现在呢 有一篇文章啊 就是我们团队里边 有一篇文章已经发表了 那么就做什么呢 就是说对情绪 情绪的图片 或者情绪词 它的重复的启动效应会怎么样 比如说有一个情绪的图片 比如说蛇 你第一次见到这张图片的时候 然后你看到它以后 让你做反应 你按键了 有个反应时 对不对 你第二次再看到这张图片的时候 你还会按键做反应 对吗 这两次 你的反应时会有变化吗 这是一种情况 那么还有一种图片呢 比如说桌子 椅子 这种中性刺激啊 那么这种中性刺激 你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 你会按键 第二次看到它的时候 你也要按键 我们让你做反应 那么这两次 你的反应时会有变化吗 情绪效应应该是普遍存在的 所以呢 就是说只要这个刺激 是你之前接触过的 第二次再接触它的时候 你应该反应更容易了 那么反应时肯定加快 这是一个 这是普遍的 那么中性刺激 肯定是会这样子的 但是问题是 我们会发现 负性刺激 比如说蛇 你第二次再见到它的时候 你是不是会反应加快呢 这个是可以值得讨论的 那么有的时候 有的人发现 对负性刺激的时候 你的启动效应 并没有那么明显 没有那么大 或者说没有启动效应 这是有一种 但是目前还需要 再进一步的研究 那么在我们的团队当中 得到的那个数据呢 表明的是怎么样呢 对于那种 负性的刺激的时候 启动效应不是那么明显 可能是因为它是一个 比如刚才我举的一个例子 可能是个危险的刺激 对吧 在生活当中 对于危险的刺激 你每次都是很警觉的 因为它跟你的生命的安全 可能密切相关的 但是这个问题 还值得再进一步的讨论 还值得再进一步讨论 总之呢 在一般的情况下 在一般情况下 一个刺激重复出现的时候 是会引起你的反应的异化 那么反应时是会变短 然后你的反应会加快的 这个呢 就叫做启动效应 这个就叫启动效应 启动效应在很多地方 都会表现出来 那么启动效应的话呢 我想讲的是 在脑子当中 它会是什么样的呢 在脑子当中 它会得到一个 这是行为上啊 启动效应出现了以后 在脑子当中 把它叫做重复意志 重复意志 这个重复意志 是专制大脑当中的一个效应啊 但是呢 它实际上是启动效应 所表现在大脑当中的一个反应 是什么情况呢 比如说这个刺激 这个刺激 我第一次见到它的时候 我看到它的话 我是有视觉脑区的激活 以及还有其他一些脑区的激活 对吗 好 有一个脑区的激活 有这样一些脑区的激活 然后我第二次再见到它的时候 是不是我会有一个启动效应 我的反应会更快了 对不对 然后大脑当中 还是会有相应的激活的 对吗 但是这个激活会减弱 这就是重复意志 就是导致你的激活减弱了 而不是加强啊 所以呢 它因为重复 而抑制了你一部分脑区的激活 所以能整个激活的那个区域 或者整个激活的程度下降了 这叫重复意志 重复意志对我们来讲 其实是有意义的 为什么 它就等同于你非常熟悉的东西 你反复出现的时候 我们不需要用更多的脑细胞来活动 对它进行反应了 实际上是一个节省 对吗 那么对于你来讲 也越来越容易了嘛 是不是 你就不需要花那么多时间去识别它 或者是再去想怎么做反应 慢慢慢慢 你甚至可能会有一些自动化的反应了 是不是 因为你太熟悉了 所以这个呢 是一个重复意志的一个情况 那么对于这个重复意志的这个效应的话呢 实际上对大脑当中 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为什么 就等同于你对这个东西 第一次激活的时候 是以部分脑区 以它活用的活跃的情况 对吗 我第二次看到它的时候呢 就会减弱了 是不是 那说明什么呢 说明对这个刺激的激活 肯定是在同一部分 同一群的脑 同一群的细胞在反应 脑细胞在反应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重复意志的效应 我们曾经看到前两年在 美国科学院的那个学报上 就是PNAS那个杂志上 然后呢 他们就做过一个研究 就用这个重复意志 得到了重复意志的效应 来解答一个问题 解答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我们人 是怎么理解别人的 比如说你们 有你们自己的思考 你整个的活动 你的心理活动 是你内化的 我怎么知道 是吗 你可能会说出来一些东西 但是很多的感受 很多的那种情绪的反应 很多细微的东西 我怎么能够感受得到呢 对吧 我们每个人都是相对封闭的 你这样一个独立的整体 独立的个体 然后互相之间 你怎么会理解人家的 你怎么会对人家 甚至有的时候理解的 那么入微的 这个其实我们都做得到的 对吗 但是其实这个问题 是很有意思的 并没有得到非常好的回答 对吗 那么他就做了一个实验 什么实验呢 就是比如说 背试自己有一系列的生活经历 比如说考试了 比如说生病了 比如说 捡到钱了 比如说赢了 比如说成功了 等等一系列的事件 他对他自己经历的事件 他就可以去按键去评分 比如说 我觉得这个事情 我觉得很高兴 几分 对吧 比如有些事情不高兴 几分 他可以每次都做这样的评价 当他对自己的生活的事件 进行评价的时候 实际上他在理解他自己 对吧 做评价的时候 他是有他一个脑驱的激活的 然后呢 这个时候又找了两个人 一个人呢 让他评价说 在这个人群当中 你觉得哪个人跟你最像 把他找出来 还有一个人说 在这个人群当中 哪个人跟你最不像 找出来 然后他就会发现 那么他也会让 背试回答说 跟你最像的那个人 他有一系列生活世界 你认为 你给他做个评分 他会是什么样的状态 你也有一个评分吧 这个相当于是 你怎么去理解别人的 对不对 还有一个跟你不像的那个人 他有一系列的世界 你也可以去评价 那么然后呢 他做了这样一个设置 什么设置呢 就是启动的一个设置 怎么启动呢 就是同样的生活事件 发生在我身上 被试的身上的时候 他评价过一次 对吧 完了之后呢 接下来呢 他可能又出现了一次 是发生在 跟他很像的那个人身上 是吗 他会发现 如果说这个事情 发生了一次 在我身上 我评价过了 如果第二次 又发生在我身上 我又评价过了 这个时候会出现 一个重复意志效应 我说了没有 刚才讲过了 这是一个启动 因为我第二次 在他反应的时候 实际上我肯定会 简化很多 容易很多 那么他的激活 就会下降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 重复意志效应 那么结果发现在 跟我 在跟被试很像的 那个人身上 他也出现了 重复意志效应 比如同样一个事件 他先给自己评价了 然后呢 接下来最像的那个人 他又出现这个事件 然后你又给他评价了 那这个时候 你会发现 激活的那个脑区 跟你之前自己 出现的脑区 是在同一个地方 而且呢 激活出现了一个意志 下降了 那么 而对于那些 跟你很不像的那个人 你是没有这些 没有这些表现的 没有出现重复 意志效应的 这个结果非常有意思 为什么 他就回答了说 其实你在理解别人的时候 你最多只能理解 跟你很像的那个人 而且你用什么方式 来理解呢 你用哪一部分细胞 在理解呢 你的心理过程怎么样呢 其实用你 对自己的理解 在理解它 因为你们两个很像嘛 为什么呢 因为你理解别人 理解跟你像的那个人 跟理解你自己 是用同一群细胞 在活动 大家也这意思了吗 所以它 然后因为是同一群细胞 它才会出现 重复意志的效应 所以这个启动的效应 是非常有意思的 在大脑当中 表现的是 重复意志的效应 重复意志的效应 那么这个问题的话 有的时候啊 它这个重复的 意志的这个效应 它是无意识 它是自动的一个过程 那么这个自动的过程的话 让人们会感受到 这里边存在着 启动效应的这个现象 存在着这种 无意识的过程 对吧 那么它也是 因为重复出现 这也是一个记忆嘛 对吧 也是一种记忆的表现 所以呢 那么启动效应里边呢 有两种 一种是重复启动 一种是间接启动 我刚刚讲的 都是重复启动 就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间接启动呢 就是两个相似的东西 也会出现一个 启动的效应的 也会出现一个 启动的效应的 词验的方法呢 有词汇的确定 词的确认 词干或词断的补笔 这样的一些方法 那么还有一个呢 我们可以考虑说 确实存在着一种 另外一个证据 就是内记忆的 另外一个证据是什么呢 遗忘症人的研究 大家都遗忘症 是什么样的吗 看过关于 遗忘症的病人的 一些电影吧 看过什么 声音大一点 记忆碎片 还有吗 其他人没有看过 想不想名字 我举两个 我建议大家去看 就是你们自己搞活动的时候 不是学心理学专业的吗 有些跟心理学有关的 还是要看 一个呢叫 美国大伙 像我这个年龄看的 都是早一点的电影 就是三十年代 那个黑白的 就是冤梦重温 这个是 遗忘症病人的事情 很有意思 而且它是真实 还有一个呢 就是 还有一个就是 初恋五十次 看过没有 初恋五十次 那里面讲的 也是遗忘症病人的事情 那么在遗忘症病人身上 我们发现 其实通常我们会说 它遗忘症嘛 就是 这个名称就会说 它没有记忆了 是不是 但是后来发现 其实他们身上 似乎还存留着某些记忆 那么也是从他们身上 我们发现 存在着一种 无意识的那种记忆 这个是 遗忘症病人的研究当中 我们会发现的 具体来说就是 在遗忘症病人身上 和外线指导 相关联的记忆任务 受到了破坏 就是 你让他去回忆什么东西 让他再认什么 他是不行的 他受到了很大的破坏 但是呢 而和内眼指导 与相关联的启动任务 比如说 它可以有启动效应 没有受到影响 没有受到影响 比如说 让他完成 词的确认 词会确定 词干不比等等 他都做得挺好的 都做得挺好的 所以呢 就是在遗忘症病人身上 我们会发现 其实他存在了一种 内眼记忆的 这个呢 对我们的提示 很大的 因此呢 我们才开始 关注内眼记忆的研究 第二个 内眼记忆的理论解释 那么 真的哈 世界上存在着 这种内眼记忆吗 存在的 那么这个内眼记忆的话呢 我们怎么来解释 这个现象 其实到现在为止 确实有两种观点 在争论的 那么他们的 共同之处是什么呢 都承认在记忆当中 存在着无意识的成分 那么一种的话呢 他认为 其实记忆不是铁板一块的 它是有多个记忆系统的 有记忆有很多亚系统的 那么因此呢 这种说法叫做 多重记忆系统说 他认为呢 就是说 其实从意识的成分来说 我们有两种 不同的子系统 一种是内眼记忆 一种是外显记忆 内眼记忆呢 是知觉表征系统 可以细分为字词系统 结构描述系统 和概念语义系统 等等 那个多重系统说的话 从另外一个角度 Square等人 讲记忆分成什么呢 陈述性记忆 和程序性记忆 程序性记忆 那么另外一个的话呢 就是 另外一种理论的话呢 他认为 记忆就是一种 没有那么多系统 对 是这么回事 一会儿要注意一下 就是那个 另外一个的话呢 就是从加工的角度来说 记忆的话呢 有千一十档加工理论 他不认为 记忆有那么多的系统 他就认为 加工的方式不同 加工的特点不同 所表现出来的 所以呢 那么他做了这样的提出 就是说 测验所要求的加工 与编码加工相似 那么这个时候呢 会提高他的测验成绩 这个呢表现为一种 其实跟内计相同的一个特点 跟内计相同的一个特点 他会受到一个 加工的时候 和测验的时候的 编码的这个相似性的影响 那么这个呢 会影响他的记忆的 无意识的这个特点 无意识的加工的特点 那么外检记忆的测验呢 它是要求概念驱动的过程的 所以材料的有意义组织等 能提高测验的成绩 而内计记忆的测验呢 是要求材料驱动的 这个过程的 所以行为特征方面的变化 对内计记忆影响比较大 这个是从加工的 特征的角度来说的 加工特征的角度来说的 这个呢 就是他的一个理论的解释 他的一个理论的解释 那么第三个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内计记忆的实验方法 就是我们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 揭示了说 内计记忆是存在的 以及对内计记忆进行一些研究 那么 从三个方面呢 我们来阐释这个事情 一个呢是分离逻辑的方法学含义 对内计记忆外检记忆的这个分离呢 主要采用的是分离的逻辑 意识和无意识的分离呢 后面很多 比如说内计学习外检学习 它也是分离的逻辑 那么第二个的话呢 是 一种分离是任务分离 在任务分离当中呢 它主要依靠的是间接测验 那么像对的 像对应的另外一个概念呢 跟它配对的概念呢 就是直接测验 那么任务分离呢 渐渐的话呢 又发展出一种 就是加工分离程序 加工分离程序 这里边呢有一对概念 就是包含测验和排除测验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的话呢 是分离逻辑的方法学的含义 然后呢 分离逻辑啊 它呢 其实是有方法学的含义的 怎么来理解呢 就是说实际上 在心理学领域当中 有一些心理现象的发现 是基于跟它 像对应的另外一个现象的分离 而得到证明的 所以呢 分离逻辑呢 其实用的是比较广的 那么分离逻辑的含义是什么呢 它是指啊 如果你能找到某些指标 比如说在内影记忆里面当中 比如说你能够找到某些指标 对应于内影记忆 而另一些指标 对应于外显记忆 那么呢 实际上你就是有一个 把它们分离了 然后你就可以说 内影记忆跟外显记忆是不同的 那么外显记忆 我们都承认它存在的 那么因此呢 我们还有一种记忆 是跟它不同的 那么我们就知道 有一种新的记忆 对不对 它呢就是内影记忆 而且呢 这个内影记忆和外显记忆的区分呢 是从这个意识性 这个角度上来区分的 这个是分离逻辑的 最基本的含义 那么我们在想 有哪些指标呢 我在这里面可以提几个指标 比如说有一个指标 叫做加工水平 大家知道加工水平吗 比如说 在一些字词上 有一些加工水平的 如果说给你一些字词了 然后我让你判断说 这个字词它的笔划是多少 这是一种加工水平吧 对吧 那么如果我让你说 请你想一想看 这个字 它的反义词是什么 这是一个加工水平吧 这两种水平 哪种水平深 或者是高 哪个水平低 如果两者的话 前者显然是低水平的 因为它只是对字的表面的 这个形状的加工 对不对 那么那是知觉水平上的 后者是怎么样 语意水平上的 是有语意深度的 对不对 所以加工的程度不一样 那这个就是加工水平的效应 那么加工水平的话呢 在内隐记忆和外隐记忆当中 请大家可以判断一下 内隐记忆上有加工水平效应 还是外隐记忆上有加工水平效应 大点声 是什么 是外隐记忆 对不对 比如说给你两组词 一组词的话呢 让你做知觉反应 比如说你只要查出来 里边有什么笔划的 你把它揪出来 找出来就可以了 另外一组词的话是怎么样呢 让你想它的反义词 这就是语意加工 这边是知觉加工 对不对 那接下来呢 我进行测试 我比如测你的回忆 你哪一组词里的回忆效应更好 语意加工的 对不对 是吧 如果让你再认呢 也是这样的 是不是 但是呢 如果你想要测试它的内隐记忆 比如说 你用间接测验 来做 做残词补权的话 那么一往研究发现 其实是没有差异的 因为加工水平 对内隐记忆是没有影响的 那么这样的话 就找到了一个分离 就是说 加工水平的这个 这个效应 或者这个因素 它影响的是外险记 而不影响内隐记 那么这样的话 它已经提示我们 内隐记和外险记 是不同的 对不对 好 这是一个方面的分离 那么能不能找出 另外一种分离呢 就是另外一种因素 它影响内隐记 但是不影响外险记 是什么因素呢 我刚才也提到过类似的 大家想一想 对 就是通道效应 是吧 你改变通道了 其实并不影响外险记 换句话讲 比如说 我给你呈现一些词 这些词是听觉呈现的 然后呢 你去看它 听它们 对不对 我测试的时候 改成视觉呈现了 对你的外险记 可能没有什么影响 但是 它会影响你的内隐记 你在做补权的时候 可能你就补不出来 可能 如果同一个通道的 你补权效应好 不同通道 你补权效应 可能比较差 那么它就会影响内隐记 这个已经有很多的研究证实了 所以呢 我们就知道说 此类因素 类似这样的因素 还是挺多的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知道 实际上已经有很多的事实证明 有些实验证明 提供证据证明 内隐记和外险记 它实际上是双向分离的 什么感觉呢 一种一个方向分离是怎么样的 比如加工水平 它影响外险记 但是不影响内隐记 那么这是一个方向的分离 另外一个方向的分离呢 我们也找到了 它是双向的 什么呢 就是通道 通道的这个效应 它影响的是内隐记 但是它不影响外险记 所以呢 两者之间呢 这个就是分离的逻辑 这个就是分离的逻辑 那么 在用这个分离的逻辑过程当中呢 有两类的分离的任务 有两类分离的这种方式 方法来做 一类的话呢 是测验 就是任务分离 任务分离采取两种测验 比如说 直接测验 直到以明确要求 背识做有意识回忆 这个应该是外险记忆吧 因为它测的是有意识回忆嘛 是不是 比如说有意识回忆 这里面主要有什么呢 比如说 请你刚才看到的这些词 接下来我会给你呈现 那么有旧的词 就是你刚才见过的 还有新词 我让你做新旧的 再认判断 你把它认出来 这是明确地告诉他 做什么 记忆的任务吧 是不是 那你要基于你的记忆 来做这个判断 所以这个应该是外险记忆的 是吧 所以呢 直接测验 就是直接测你的记忆 那么显然 我之前讲过的 遗忘症病人 在直接测验当中 实际上成绩是很差的 越让他去记忆 越考他的记忆 他记忆越差 所以他叫遗忘症嘛 对吧 那么间接测验是什么呢 间接测验是指导语 不要求被试作有意识提取 他可能做一个什么 其他的任务 表面上看起来 是跟记忆无关的 比如说刚才我们讲 残词补权 就是给他一个词 然后其中 去掉某几个字母 比如英文单词 去掉某几个字母 让他 把它这个 增添几个字母 把这个词补权 是这样的一个任务 这个任务的话 实际上你表面上看起来 就是个词的补权的任务 跟记忆是无关的 对不对 那么这个 但是呢 研究发现 内影记忆的研究证据发现 很多研究者也得出来了 就是他通常会用 他之前见过的词来补权 对吗 那这个就是说什么呢 他是个补权的任务 但是可以反映出来 他的记忆的痕迹 对不对 同时呢 他又不是一个记忆的任务 因此他是个间接的测验 对不对 更多的反映 是他的内影记忆的成绩 所以呢 我们从这个 任务分离的角度来讲 直接测验通常的是 他的成绩 表示的是外显记忆的成绩 而间接测验 表示的是内影记忆的成绩 这个就是任务分离 他们的任务不一样 那么根据任务的不同 测的是你不同的程度的 意识性水平的一个记忆的情况 那么 这个呢 就是我们经常用的一个 任务分离的一个测验 大家可以讨论一下 这个任务测验当中 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比如说 我在这里想问一个问题啊 你有没有想这样一件事 比如说我学一个 学一个词啊 Apple 对不对 然后呢 接下来呢 你之前可能会呈现很多这样的词 呈现完了之后呢 如果是一望症病的人 让他去回忆呢 回忆不出来 而正常人呢 是有回忆的成绩的 他几乎是回忆不出来 那么如果我让他去再认呢 比如说新旧判断 把这些词 跟一些新词放在一起 然后做新旧判断的时候呢 正常人也是能够区分出来的 他有记忆的效应 但是呢 一望症病的人是没有的 对吧 那么我用另外一种测试的方式呢 刚才就是外险记忆测验了 直接测验 那么我如果间接测验呢 我通常间接测验是怎么做呢 比如说 嗯 还有一种哈 比如说还有一个词 这个是House 对不对 那么如果说我这样子 我让他去补权 是吧 那么然后呢 被试去补了 比如说一望症病人 正常人都能补权 比如说一般来讲 他可能都会用他之前看过的词 补权 那么这样的话就表示 一望症病人实际上 刚才看过的词 都用他来补权 那么显然他是有记忆的痕迹的 对不对 而外险记忆呢 他又得不到 所以出现了这样一个分离 我们可以说这个时候 他是内隐记忆的成绩 没问题吧 但是 这个逻辑是不是很严密呢 有没有其他的可能呢 这里存在这种可能 研究者把他也给操纵了 什么可能呢 就是说我们知道 蚕词补权 这个词是常见词 对不对 那么一望症病人呢 他实际上呢 他对情景记忆的能力 是没有了 但是他的知识经验还在 他仍然知道 Hoss是马 对不对 他仍然会记得这些词的 他是有文化的 没有问题的 他仍然可以补权 所以你还是不能够判断 说这个表示的是记忆的成绩 还是说他本身 他就有这个能力 他知识经验在起作用 那你怎么办呢 其实你要对这个词 有一个控制 怎么控制呢 就是说这个词呢 它是个常见词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能够补权这个词的 还有什么可以补啊 这个 可以吗 也应该能补的 那么这个也是常见词吧 这是马 这是房子 是不是 House 都可以的 那么正常情况下 如果我之前没有学过那些词的话 我既可能用House 也可能用House 是不是这样的 好了 那么这样的话呢 它实际上要有控制组 更好一些 另外一个 这个补权的可能性有好多 而且他们的可能性 在正常情况下 你可以做个预测研 或者做个控制组都可以 那么他既可能用这个 就用这个 他们的概率是一样的 在这种前提下 而且包括 遗忘症病人 他可能也是都是有可能的 可是当他学过这些词以后 基本上他就放弃了这种 都采用这种的情况下 这个时候我们才能说 它是记忆的痕迹 对不对 就没有其他的可能了 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一个实验的 一个逻辑的问题啊 就是要很严谨的 做一些控制 那么研究者 其实做这个事情了 所以他第一个 他找的是一种常见词 第二个 在补权的时候 他可能有集中可能 对不对 而且之前可能 也做预实验 等等等等 但是最后 如果我之前 看过了一些词以后 他倾向于选择 他看过那个词 来做这个补权 看过的那个常见词 来补权这个 那这个是 就它的什么 情景记忆 在里面有表现 那么这个才能说 它是内影记忆 我说清楚了没有 所以这个是 比较有意思的一件事 那么这个呢 就是任务分离的 这样的一个任务 那么现在其实还在用 直接测验和间接测验 那么直接测验 比较多的是 就是回忆和在任 间接测验比较多的 我刚才说的 这是残词补权 残词补权 还有一种词干补权 还有一种是 模糊字辨认 就是这个字 之前看过的字 给它模糊化处理之后 让你很快地 辨认出它是谁来 即使你没有记忆的话 即使你模糊字辨认 只要你有知识记忆 它是常见词 你也可以辨认出来 对不对 这个没问题 但是它需要看的是什么 你要跟谁比 比如同样一些常见词 一些是我刚才刚见过的 一些是我没有见过的 都是常见词 都模糊化处理以后 它会发现 你见过的那个词 出现了一个 启动效应 反应时变短了 那其实这是一个 记忆的痕迹 一望症病人的身上 也有这个效应 我说清楚了吗 这个就是间接测验 我们在一望症身上获得的 它是有记忆的 它是有记忆的 获得了启动效应 还有一个 在间接测验当中 实际上它的成绩 跟正常人差异不大 不明显 等等 这是一个问题 好了 这是具体的解释 我刚才说了 比如说 词干不比 这个词 它是这个 然后你出现了这个以后 它把它补全 把它补全 还有就是知觉辨认 知觉辨认里边 就是我刚才讲了一个 模糊字辨认 还有一个是词的确认等等 就是快速给它呈现 然后让它做出一些反应来 就是背试 首先学习一系列单字 然后要求在速适的条件下 就是呈现速度非常快 对学过的单字 以及另外一些 没有学过单字进行辨认 结果发现 背试对学过单字的辨认率 显著高于未学过的 就非常快速的时候 你正常的情况 几乎是看不到的 但是你会对 刚才你呈现过的那些 把它认出来 这个也是启动效应 对不对 也是启动效应 这个也表达了 你之前的记忆 实际上是有记忆痕迹的 无论是遗忘症患者 还是正常人 都有这个效应 都有这个效应 然后呢 我们接下来思考一个问题 刚刚讲的是 直系测验和间接测验的 这样的一个分离 这个呢是任务分离 这个任务分离 有没有什么问题 大家觉得有没有什么问题 在逻辑上 有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得到内影记 和外显记的 这两个范式是不一样的 你没有办法直观地 把这两个进行 就是比较 我差不多能够知道你的意思 你还是觉得 其实用这两种任务 来表示内影和外显记 并不是很恰当 还有一些问题 只是说他能把他们两个分离 能测出来 能测出来 对 但并不能进行比较 可以啊 成绩得到了就比较呗 你说吧 我也觉得是比较的问题 因为他们毕竟就是两个 就是方法很不同的两个实验 这个成绩比较可能是 我知道你们的意思了 说的有道理的 也就是说 实际上你的任务 都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然后你得到的这个结果 它实际上不能完全具有比较性 它很可能是任务的 你不同任务的结果 而不见得是 它真的底层的那个 加工是不同的 是这意思吧 有道理 是这样的 这个也是被质疑的 就对这个任务分离 因为你本身任务就不同了 然后呢 你认为得到这个成绩 本来应该是 任务的不同带来的 那么你的解释呢 是底层的加工方式不同 所以到底是 加工方式的不同 导致这个成绩的结果不一样 还是你的任务的 方式的不同带来的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 大家想一想 你说再任和回忆 它就一定是外险记忆吗 它这里面没有内厌记忆吗 没有那个 它一定很干净吗 它没有无意识的成分吗 会的吧 对吧 会有可能的 为什么 比如说回忆好一点 我回忆出来是什么 我就写出来了 对吗 但是你说再任呢 我判新旧的时候 有的我一看我就知道 我见过 没见过 这个是有意识的外险记 但有的时候 你有没有猜呀 不知道 就蒙一下吧 这很可能是 无意识的成分在 是不是这样的 那么另外一个 你说你在做 蚕词补笔的时候 比如说这个任务 你在做补笔的时候 有没有这种可能 我补它的时候 其实我就知道 我刚才见过 这里面有没有意识 对它的污染 也有的是吧 所以呢 就是说两个问题 你们说的第一个 根本问题 就是它本身 任务的形式不同 所以这个差异 可能是形式的 不同带来的 第二个 它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说 其实存在着 这两个任务之间 意识 意识对无意识的污染 对不对 意识对无意识的污染 还有一个外显记忆的时候 其实它也可能 存在着无意识的成分 对不对 这个呢 就是任务分离 带来的问题 那么怎么办 研究者呢 在尝试着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后来呢 就提出了一个加工 另外一种方法呢 就是加工分离程序 其实这个呢 是加工说的一部分人 他不强调这个意识 就是内隐记和外显记 他更多强调的是 记忆过程当中 有一种加工 是自动加工 其实他反映的仍然是 记忆当中的一些 无意识的一种特征 对吧 所以呢 他用加工分离的程序 来做这个事情 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先擦掉 他在做这个问题的时候 加工分离程序 它有一个很基本的逻辑 它有什么逻辑呢 它要思考 意识跟无意识的关系 你们觉得 意识跟无意识是什么关系呢 我现在讲了 已经讲了一些证据了 比如说 内隐记和外显记 是可以分离的 对不对 那么然后已经得到了 双向分离的证据了 那么意识跟无意识 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我画三个图啊 你看看是哪种 哪种关系 有什么关系的证据的证据的证据呢 有什么关系的证据的证据的证据呢 是什么关系的证据的证据的证据呢 这是一种关系 对吧 这个是一种关系 对吧 这个是一种关系 对吧 那么 这是 这是B关系 这是C 好 你认为是哪种关系 应该是B对吧 好 那B是一种什么关系 就是互相合论吧 就是意识当中应该也有无意识成分 相反 无意识当中应该也有意识成分 是这么认为的 是吧 好的 你认为是哪一种 也是B啊 也是B啊 它有相传或什么 也不相传 就是说 A的话就是意识是 无意识 无意识包含意识 对 弗洛伊德是不是 更倾向于这种 也不是 好的 为什么不是 不是C呢 C就是意识和无意识 肯定是有个交集的 你认为肯定会有的 就是这样的感觉 你呢 好了 你们都认为是B 对不对 那么你们认为 你们认为的对吗 对 大点声 对 对吗 对 很确信吗 确信 你信心指数是多少 零分到一百分 你给自己打多少分 你很确信吗 八十 八十确信对吧 你多少 你多少确信啊 七十 七十啊 你呢 五十啊 不怎么确信 有点猜的成分了 你是多少啊 六十 你呢 六十 你呢 七十 七十 你呢 你自信心比较高的 怎么说呢 现在的很多证据吧 倒是更多知识这个 这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这个关系 其实是叫做独立 它们两个是独立的 一是动物一是相互独立的 关系 这个呢 叫做包含 对吧 就是无意识包含意识 你们不认为是这样的 对不对 这是一种什么呢 排除 这个关系是排除的 就是什么呢 你如果有意识的时候 里面一定没有无意识 如果是无意识的时候 里面一定没有有意识 显然跟很多证据 它是解释不了的 对不对 好了 这三种关系的话 你们认为是这个 那么 提出加工分离程序的 这个人叫Jacob 这个人 他也认为是这样的 为什么他基于前面 我们讲了那么多证据了 它们是一种独立的关系 这个关系 如果用语言来描述一下 是什么关系呢 就是说 我意识出现的时候 也有可能有无意识 对吧 也就是说 无意识存在与否 它是独立的 独立为意识 我意识不存在 它也可能有无意识 我意识存在 它也可能有无意识 反过来 也是这样一种关系 所以它们叫独立的 对不对 你像这种排除的话 它不是独立的 它互相还是有影响 我如果有 我意识在 就不允许有无意识在 对吧 无意识在就一定不能有 有意识在 它们两个之间 其实关系不是独立的 对不对 它是排除的关系 所以完全独立的话呢 就是说 我的存在与否 不受你的任何影响 我们可以同时存在 我们也可以同时 我可以 我在你不在 对吧 都可以的 那么 这个呢 目前的证据呢 之前讲很多证据 是支持这个的 那么扎克比呢 他也提出来 就是说 意识跟无意识 是这样一种关系 好了 他认为意识跟无意识 实际上这样一种关系 是相互独立的关系 那么这是一个 那么另外一个呢 他认为 就是说 他提出来两种测验 一种测验呢 叫包含测验 一种测验呢 叫排除测验 我会讲这两种测验的 在这两种测验当中 他认为 意识的成分 和无意识的成分 是一样的 那么基于这个 所以他列出了一些公式 然后把意识 和无意识的贡献 可以算出来 计算出来 这样的话呢 他就能够对意识 无意识分得更 更什么 更精细一些了 是吧 他直接从加工的层面上 你的可以是同一个任务 但在这个任务当中 可能有意识的贡献 有无意识的贡献 这个是比较符合 真实的情况的 因为在真实这些时候 你不可能找到一个 非常纯粹的任务 他只是无意识的 或者他只是意识的 对吗 但是呢 他呢 就从另外一个思路 你这个任务是这样的 但是在任务里面 我可以把意识和无意识 计算出来 这个是他的这样一个思路 这个是蛮有意思的 那么 我还要把它擦掉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 就是来讲一下 他这个加工分离程序 我们以1991年 Jack比的一个实验为例 然后来说这个事 那么在他的实验当中呢 第一个阶段是让贝士 去实际一些个单词 然后呢 这个单词呢 有三种方式 一种方式的话呢 是视觉呈现 我们把它叫方式A 还有一种方式呢 是听觉呈现 方式B 还有一种的话呢 就是变位字游戏 变位字游戏的话呢 比如说这个字 他把它顺序打乱了以后 那么呈现给贝士 要求他怎么样呢 把它的顺序调整好以后 变成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单词 那么调整以后可能应该是耗死 对不对 那么他这个就完成了 那么这样的话呢 三种方式 ABC三种方式呢 就给它呈现了一些词 接下来的话呢 就进入测验阶段 测验阶段呢 它是进行了两种测验 一种呢 是包含测验 一种呢 是排除测验 比如说 包含测验指什么呢 就是ABC 这三种方式呈现的词 在测试的时候 再加上一些 没有呈现过的新词 合在一起 那么对贝士的要求就是说 只要是之前呈现过的 无论是哪一种方式 你都判断为是旧 那么新词 就判断为是新 做这样的一个任务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来看 比如说相对于这个 A这个来源 记得那些词 那么它在包含测验当中的正确率 实际上是等于什么呢 实际上是等于 就是它判断为是旧的 那些词 里边A有多少 是吧 这就是正确率 然后在笔上 一共是分母里边是A是多少 然后就得到它的一个 包含测验当中 对A这个来源 它的在任的正确率 就得到了 对吗 那么在这个 包含测验当中呢 我们也会发现 其实这个包含的成绩 来自于两方面的贡献 一个是意识的贡献 一个是无意识的贡献 是这样的吧 就是说我认出来 它是A 我也判断为是是 对不对 也是对的 是吗 也正确率 其贡献 第二个 我没有判断出来 是A还是B还是C 但是我觉得很熟悉 或者我感觉 应该是见过 但是我并不知道 它是A还是什么 不是很清楚 那么我仍然判断为是是的 对不对 这部分也会增加 这个的正确率 是吧 包含测验当中 A的正确率 那么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知道 实际上在A这个 正确率的这个 包含测验里边 它实际上有意识的贡献 无意识的贡献 换句话讲 意识跟无意识的贡献 是促进它的成绩的 都会增加它的成绩的 那么这是一个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比如说排除测验 排除测验的话呢 它的指导语 可以是这样的 比如说 你刚才呢 就是学到了这样的 三种方式 学到了一些单词 在这个单词当中呢 我只有B 听觉呈现的 这部分单词 你判断为是旧的 其他的 比如说视觉呈现的 这种单词 或者变微字游戏 呈现的这种单词 以及新的单词 你全部判断为是新的 对吗 那么然后做下来的时候呢 我们会发现在排除测验当中 A的正确率是什么呢 就是说在这个排除测验当中 它仍然会有一些A 被认为是旧的 这位作为分母分子 对不对 然后还有一个整个的 A的个数是多少 这样的话就得到 它的正确率了 那么在这个排除测验当中 实际上 意识跟无意识 是互相排除的 什么关系呢 就是说 如果我认出来是A 我就把它排除掉 是吧 所以意识 记得越多 实际上是这个成绩就越低 对吗 然后呢 我意识排除不掉 我记不清楚了 我根本不记得 它是A的时候 可能我感觉到好像是熟悉 我感觉到可能是见过 我分不清了 这个时候我可能说它是 说它是旧的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无意识的贡献 在这边起作用 对不对 所以呢 在这个时候 它的成绩 可能更多的是 无意识的贡献 那么意识跟无意识 是互相排除的关系 对不对 它们是相对立的 如果你意识记得越多 其实它成绩越低 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这样的话 你就得到这两个值 可以得到的 对不对 通过你这个记忆的结果 通过它在任判断的结果 可以把这个正确率算出来 那么然后呢 我们会知道说 它的贡献 是意识加无意识 它的贡献呢 更多的是无意识的 对不对 那我们用公式的 来推算一下 基于刚刚的那个 意识跟无意识 加克比这样推算的 刚刚那个意识跟无意识的 那种什么关系 相对独立的关系 对吗 我们来推一下 那么在包含测验的时候 实际上是 它的贡献是什么呢 在包含测验的时候 它的贡献应该是 意识 我们用它来表示啊 而加上 实际上是 无意识 加工 然后 1-2 为什么 为什么不能是 直接是R-A呢 我们根据刚才的图知道 它们有一部分重叠的 是吧 不能重复的加 对不对 所以呢 是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么在排除测验当中 是什么呢 排除测验当中的话呢 那么我们知道 它应该是这样一个结果 它应该是 这个就是 基于刚才那种关系 我们知道 它是怎么来的 把意识跟无意识放进来 然后呢 会得到这样两个等式 这两个等式 我们知道 这个值是知道的 对不对 能算出来 这个值也能算出来 然后呢 这两个等式 我们就可以把 R和A都算出来 是吗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 在整个这个测验过程当中 对于这个A 这个组的词 我们有多少是 意识的贡献 记住的 有多少是 无意识的贡献 记住的 这样的话 我们把意识跟无意识 就分离出来了 所以呢 这个做法呢 是相对来讲 比任务分离呢 能够更前进了一步 对吗 它不是去追求于 任务上彻底的是 意识还是无意识 这个很难做的 但是在这个一个任务当中 它的意识跟无意识 两个贡献 它可以把它计算出来 这个使用的 也是比较多的 这个呢 就是任务分离 这个从任务分离成绩 到了加工分离成续 那么我们在 很多的实验当中 其实是可以 对这个问题进行计算的 然后你就会知道 在不同条件下 意识的贡献是多少 无意识的贡献是多少 或者在不同条件下 它们的意识贡献 在发生怎么的变化 无意识的贡献 会发生怎么样的变化 那么这个方面的话呢 其实有很多的研究 上个世纪 八九十年代的时候 国外做的很多 国内的话呢 在心理学报 心理科学 一些杂志上 国内的学者也有些研究 做的非常有意思 这个呢 我们就 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